外界期待的夫人牌 还没正式出来替马总统辅选 蓝营这回先打出的是二姐牌 马总统的二姐马乃希 拜票第一站从新北市树林出发 沿路受到了不少热情的群众欢迎 不过也有人拒收平安福 让马二姐有点尴尬 菜市场婆婆妈妈最多 马总统二姐马乃希拜票行程 从这开始 穿着红色竞选背心 还著名是马英九的二姐 当分身替马总统走基层 没想到一开始就吃了闭门羹 老太太拒收平安福 马二姐只好轻轻拍老太太的背 就尴尬离开 但可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冷冰冰 这个报报和周美清很相似 马二姐穿梭在群众当中 还有摊贩直接送上一串肉粽 马二姐出马却不见以往 长跑第一线的马大姐 是不是争议事件太多 马伴希望别到第一线 不管问到什么 马二姐的标准答案统一都是谢谢 替马总统拼连任 马家的女人牌陆续出动 拉妇女票 记者余建良新北市报道